远处红色公寓大楼 中间像被劈开 露出钢筋水泥和水管 现场烟尘弥漫 刚从里面逃出的住户 吓到哭出来 这栋位在爱荷华州的六层楼公寓 周日下午突然倒塌 虽然有多人逃出 但警方持续搜寻受困者 现场一度传出 天然气外泄和地板漏水 公寓建筑结构堪忧 有住户说 去年12月就向市府申诉 说自家浴室地板下线 邻居甚至预言 这栋公寓早晚会倒 事发前公寓所有人 还带着承包商 返袖外墙 喊在大楼 架支撑横架 没想到还是倒塌 上网人数与楼塌原因 还有待调查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